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小蚯蚓杨子不仅变得越来越美丽,私下的穿搭也很是吸睛呢? 杨子在出演了家有儿女夏雪这一角色作为童星之后, 一直在努力向我们证明她更多的实力,也在向我们表现她已经长大了。 而在欢乐送礼的追求爱情的小蚯蚓,杨子也演绎得很好。 现在,我们不仅看到她渐渐地长大了,更是看到她私下里的穿搭很是美丽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件白色的拖地礼服让杨子看起来清纯可人,甜美动人。 裙子上的印花的设计更是增添可爱俏皮的魅力。 一字领的设计露出白皙纤细的肩部线条,性感迷人。 而和叶边的设计更是尽显甜美的浪漫气质。 手拿金色的小包包增添高贵魅力。 灰色的长款印花T恤休闲帅气,红色的壮色的设计更是时尚吸睛。 配上黑色的打底酒分裤修饰了腿部的线条,更是露出了最为纤细的脚踝。 脚踩白色的运动鞋休闲百搭,鞋底的多彩的色彩搭配很是吸睛呢。 白色的字母印花T恤简单干净,外搭黑色的印花棒球外套休闲百搭, 花朵的印花的设计更是增添甜美气质。 配上浅蓝色的破洞9分裤帅气时尚,破洞元素是很帅气的呃。 配上黑色的运动鞋舒适百搭,一头短发更是干净利落。 一袭白色的连衣长裙让养子看起来很是清纯优雅呢, 和夜边的衣领增添甜美气质,路肩的设计更是增添性感的魅力。 裙摆的不规则的设计很是时尚吸睛呢。 腰部的蓝色的细带的设计在增加设计感的同时,又修饰了腰部的线条。 脚踩黑色的中筒高跟靴增添成熟魅力。 一袭碎花连衣短裙尽显少女的甜美气质。 蓝色的圆点的沙沙的设计尽显可爱俏皮, 裙子的镂空设计更是增添性感的魅力。 衬衣式的衣领的设计很有青春的朝气呢。 白色的T恤简单大方,外搭黑色的皮衣外套休闲时尚。 黑色的皮裤配上铜色的马丁靴更是帅气逼人。 相搭配的饰品更是美艳。 肖战米兰行墙里墙外双爆,引网友连环问。 功夫都在话外。 近期米兰时装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有太多的明星艺人会出席露面, 看时装周可以说是一场看秀看明星的盛会。 而此次盛会肖战成为最靓丽的风景线, 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在国内和海外形成了双向的火爆, 轰动的程度可谓叹为观止, 让一众网友惊掉了下巴, 也是禁不住发出了连环问。 若问肖战这次时尚之旅有多火爆, 真是一言难尽,说不过来。 先看国内,从北京出发起到如今, 男明星热度榜就是肖战一起绝尘的天下, 往日还有个上下班, 如今基本就是一支独秀,水雨争锋。 另外,肖战超话爆了, 邀请他去看秀的两大高奢品牌也爆了。 超话有近5000万人在讨论, 这是个什么水平? 这是WB直接给加了个爆字标的水平。 想想半个亿的人在同时关注讨论一个人, 那是极为恐怖的, 这也就是WB流量一直大, 否则分分钟服务器爆掉的水平。 国外就更热闹了。 肖战的时尚待遇和咖畏谦虚点说全亚洲无人能比。 总监亲自手写邀请函, 一人连看两场顶级秀, 坐在第一排, 穿的都是品牌的超级且是手穿, 由Gucci和T.O.D.S的CEO相陪。 在秀场也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人潮因他而聚, 随他而散, 成为聚光灯追逐的对象。 看秀后又接着探了T.O.D.S的店, 在一众老外中T.O.D.S的掌权人, 却像个普通人一样举着手机拍粉丝, 这是抓着聚宝乐坏了。 毕竟肖战给这个稍微逊色的高奢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飞速的发展, 堪称财神爷一般的存在。 媒体方面的报道就太多了, 品牌全平台宣发, L、VLGUE, 时尚巴刹等等, 时尚杂志都进行了报道或采访, 还有其他国家的媒体文章, 太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图的总结。 这里着重说一下肖战上了意大利电视台, 称, 来自亚洲巨星的肖战在品牌活动期间坐在了第一排, 这凸显了意大利制造在中国市场的逐渐上升。 他们骄傲意大利制造在中国的上升, 而这份骄傲是由他们口中的这位亚洲巨星带来的, 炒起东方, 我们东方的巨星会随着国家的强盛星要世界的。 肖战的此次米兰之行在墙里墙外双爆, 也引发了网友连环问, 为什么两场秀都坐在品牌CEO旁边? 为什么Voge官网和美联社知发肖战品牌? 为何肖战看秀能上市区第二等等? 这些问题所犯出的酸味暂且不说, 世人看到的是镜头内肖战顶级的时尚待遇与礼遇, 看到的是世界的目光围绕着肖战, 肖战成为璀璨星辰, 全世界都在追光, 其实水是有缘的, 树是有根的, 而许多功夫都在话外。 世人为肖战的东方气韵, 东方特制而迷醉, 那是因为肖战丰厚的文化底蕴带来的气质修养与风度, 再多的人潮, 再多的闪光灯, 依然淡定从容, 由内而外释放无与伦比的魅力。 优雅地为旁边女士捡起手带, 风度翩翩地还给她是修养, 与身边的CEO全程用英文谈笑风声是素养, 是中华博大精深文化传承赋予的底蕴。 全世界瞩目的眼光更是肖战自身, 早已强横的实力使然。 肖战不是这次米兰之行才受瞩目, 而是他屹立东方, 就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淡淡想说, 米兰是世界秀场也是考场, 有些人称不起来, 是有多大舞台丢多大任。 而肖战这次的米兰之行刊位真正的秀场, 秀我中华人物风采, 斩我国人大气风范, 让世界看潮起东方, 为东方巨星倾倒, 真实为我国人争光争气。 在L的采访中, 肖战说T.O.D.S.的手工艺与流行相结合, 做到了传承与进步。 而他自己何尝不是中华传承与进步的结晶? 只想说, 骄傲我中华的杰人灵, 待有人杰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和订阅。